林峰超老師 我們回家吧 也看你替自己想 你有我作上心的故事 兄嘴風風風 什麼是你堅強的理由 因為你是媽媽 媽媽 你的煩惱很念給我 媽媽 媽媽 你是一首勇敢的歌 媽媽 媽媽 你用唱唱我一個世界給我 媽媽 媽媽 你是一首勇敢的歌 媽媽 媽媽 你是一首勇敢的歌 你是一首勇敢的歌 太好了 太好了 差不多了 謝謝兩位 假日還來學校幫忙 圖書室總算有個樣子 小子 你當年所要做到的事情 現在統統都做到了 最有你的 不是我一個人 是靠大家齊心協力 才有今天這個成果 很多事情是我一個人辦不到的 這些年學生的數值提升了 對外參賽都有很好的表現 招生也變多了 學校的各項活動 家長都很願意的參與 現在捐款也變多了 家長願意參與就是我最開心的事 接下來整頓操場 發展體育相關事宜 還有訓練學校的和尚團 爭取經費去購買更多各式各樣的樂器 來發展學生們的才藝 這些都是我繼續想要做的事 我還是想要什麼要讓學生變得更好 校長 我還以為你圖書室做到 你就可以休息了 想不到你還有那麼多規劃 校長 你真叫我刮目俠看啊 好 我老學在退休之間 就跟著你一起品了 別忘了送我一份啊 我要追隨校長 繼續為學校服務 好 那就有勞二位了 未來讓我們一起打拼 好 一定 一定 你要請她回去 可是 我覺得我們現在 都已經適應這裡的生活 一切都很好 不一定要回去啊 我之前遇到黃宇女老師 她說從前的學校還有一個職缺 這讓我聽得很心動 主要是因為雅萍要念書了 所以我想趁雅萍念書這個階段 做決定 畢竟阿布年紀大了 她今天打電話來 問我們什麼時候回去 我知道她覺得寂寞 需要人家陪 如果有孫子孫女在身邊的話 她會比較開心 沒想到你考慮這麼多 我根本沒想到這些 當然還有因為我們家的情況 娃爸高血壓時好時壞 瑪莎因為之前腎臟病休息了之後 離開機車行 她現在在朋友的台中鞋合場工作 少了她照顧娃爸沒 我總覺得我應該要常回去看看 你的顧慮都是對的 既然之前的學校有空缺 那你就帶著孩子一起請跳回去吧 那你呢 你不試著請跳跟我們一起回去嗎 我還走不了 學校還有很多事情等著我去完成 更何況要請跳也要有空缺 那我帶孩子回去 你一個人怎麼辦 你不用擔心我 我一個人沒問題的 等我把想做的事做完 把學校建設告一段落 我就會請跳回去跟你們團聚 這一兩年 我們就忍耐一下 俗話說 父母再不遠遊 遊必遊方 當初是因為我當了校長 讓你跟阿布在這裡陪我 你和孩子 又待在這兒這麼多年 是我太自私了 現在家裡需要你 如果你覺得該回去 就回去吧 好 走慢一點 不要跌倒了 好 走慢一點 小燕 喜歡這裡嗎 我幫你挖阿嬤去 小燕你在畫什麼 舊家 舊家 是阿嬤的家嗎 對 爸爸 我們什麼時候回去找阿嬤 那你想不想回去跟阿嬤住 這樣就可以天天看到阿嬤了 好 我想阿嬤 我想回去 因為也想外婆 心裡都打包好了嗎 都整理得差不多了 有些東西 等我以後中午來看你的時候 再回來拿就好 也好 東西慢慢買 那我先去幫你們叫聲 爸爸 我們要先回去阿嬤家 你要趕快回來 好 爸爸答應你 會趕快請他回去陪你們 可是你要答應爸爸 回阿嬤家 要乖乖聽話 孩子們都需要你 孩子們都需要你 學校要是告一個段落之後 就趕快回來吧 我知道 那家裡跟阿嬤 就先拜託你了 來 乖 阿嬤最乖 你愛的小黃瓜 阿嬤來 媽 爸爸 好 好 阿嬤 你怎麼都沒有領菜 給你吃一碗這麼大 阿嬤要謝謝叔叔 謝謝叔叔 快吃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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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了 你趕快先吃 阿嬤 沒關係啦 好少人在這裡 阿國華 要再在房間睡嗎 是啊 我是說比較晚 再拋骨給你 我來拋啦 我來拋啦 阿嬤 跟這個樣子 你每天都很忙 阿嬤如果沒事 你就早就睡了 不用啦 阿嬤 我不累 阿嬤 阿嬤剛回來之後 忙什麼事 你都手要幫我做 對人家的孩子 也是你幫我照顧 我對我感覺很抱歉 那我什麼好抱歉 真的 這個時候 都是我的寶貝 我照顧得很開心 真的 阿嬤 阿嬤 您幫我回來 阿嬤真的很開心 她回來陪我 我同年也會開心 現在 只剩下一個人在那裡 希望 他可以趕快調豆回來 文中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她說她對學校有志倫 我們結束了差不多了 她就會回來了 阿嬤 妳也知道 在那裡做的事情 以後都是認真 還有精靈感嗎 我知道 阿嬤 想到說 要是人家在那裡過日子 我就會不敢 老實 她剛知道 二哥生群調去教育局 以後二哥就要管大哥 我 妳媽這麼說 哪有什麼管不管 我跟在那裡做的 都是教育的工作 只是同做黨員不一樣 但是聽起來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相信阿嬤妳很開心 文中這麼有興趣 姐 妳每一個小孩 健康平安 我就很開心 現在最大的遺憾 就是阿嬤 妳為什麼會不會長大 阿嬤 妳不用為我擔心 雖然我不會長大 不過我能小志氣高 好好的老師都這樣給我學路 是啊 政府跟文藝一樣一間學校 我聽政府跟我說 文藝的心情很好 沒關係 他小孩 他在社會 找頭路 考慮都是實力 我相信 只要欠方便 將來絕對沒問題 阿嬤 妳就不要再關心 文藝心關的事了 阿嬤 阿嬤 妳如果這樣就看阿嬤 我倒楣 阿嬤夠了 阿嬤夠了 阿嬤不夠吃你 來 阿嬤吃你 乖 我來這裡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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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稍等一會 阿嬤 阿嬤 阿嬤找你 阿嬤 你告訴我我沒辦法 我真的沒辦法 阿嬤 阿嬤 妳不要再放我 阿嬤 阿嬤 阿嬤說什麼 妳阿嬤說 阿嬤做生理失敗 肯定很多次了 阿嬤 阿嬤 阿嬤是因為 不在爸身體出問題嗎 阿嬤 剛才 也沒說清楚了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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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問我 阿嬤問我 阿嬤是不是可以跟妳阿嬤 阿嬤打三天 我說我哪有可能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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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怎麼會這樣 阿嬤 怎麼做到一件事 都不會把家裡的人想想 明明就不把頭髮 為什麼這麼想說去做 就算妳爸爸做不到事情 她也是妳的長輩 妳怎麼可以這樣批評她 對 是妳的阿嬤 我剛才說話太近了 我沒有批評阿嬤 不好意思 阿嬤 快點人不知道 跟阿嬤打三天 妳就不要再煩惱了 我哪有第一次煩惱了 繼續吃飯 阿嬤 來 阿嬤娶妳 乖 妳也真是的 妳怎麼會當面批評妳公公 我只是想覆意我婆婆 替她出口氣而已 不管怎麼樣 妳公公是文宗的爸爸 妳對她要有禮貌 我知道了 我婆婆她很傳統 我也是後來跟文龍聊天 以後才知道 我婆婆她從來不曾 在孩子面前 講過我公公什麼 我以後會更加注意的 只是妳婆婆 真的鐵了心 不打算管妳公公了嗎 這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過雖然我婆婆嘴上說不管 但看得出來 她因為這件事情 心裡有受到影響 老實說 妳婆婆這麼多年來 也真的很辛苦了 從以前到現在 為了養大孩子 勞心勞力 現在好不容易孩子都長大了 她也可以享福了 沒想到妳公公有出問題 現在只能希望我公公的債務 我能夠順利解決了 對啦 美 我看雜貨店最近都沒進貨 妳跟阿爸已經決定把店收起來 以後不做生意了嗎 我跟妳阿爸已經商量過了 以前開雜貨店 是想要多一份收入 現在妳們都大了 家裡負擔也少了很多 靠妳阿爸的薪水 還有我幫人家做衣服 可以的 雜貨店要進貨搬貨很麻煩的 所以我想乾脆就把它收掉算了 收掉也好 我記得妳以前搬貨的時候 腰受過傷 現在有了年紀 是不應該再這麼辛苦了 只要看到妳們每一個人 都過得很好 辛苦就值得了 他這樣抓妳抓 他就飛起來了 阿爸回來了 阿公好 好 乖 來了 好 你看 玩得滿頭汗的 開心 這麼多玩具 還有糖果 好 很好 乖 好 你們繼續玩 這不不那麼晚 到來吧 進去了 好 乖 阿爸 阿爸 你回來了 對啊 看到雅萍跟國情 就讓妳回來了 是啊 阿妹要政府帶他們吃糖果 對啊 奇怪了 之前妳不是一直念鳳巢 怎麼不帶雅萍他們回來給妳看 好不容易他們都回來了 妳怎麼一點也不高興 我沒有不高興 只是今天在工作上發生一件事情 讓我心情很不好 怎麼了阿爸 發生什麼事了 市面上發現 有我們殘櫃的東西在流通買賣 最近有人檢舉我才知道 經過計查的結果 發現是我手下的人都去賣了 現在上面的人要告我的手下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 因為我是主任 有連帶責任 所以以後啊 都要上法院被巡了 法院離我們家這麼遠 阿爸你每次都要去嗎 路途遙遠不是問題 最主要是我氣我自己太相信部下 身為主任啊 沒有好好管理手下 給公司添麻煩的確是我不對 但是從以前到現在我奉公守法 從來沒有做出違法的事情 現在居然為了這個事情要上法院 總覺得不名譽 阿爸你不要這麼想 這件事跟你無關 你只是去被巡而已啊 不管怎麼樣 上法院總覺得做什麼壞事 心裡不舒服 好 你們聊了 我累了 我先休息 阿爸 你們別想太多 事情一定會順利解決的 怎麼辦 阿爸從以前到現在 最出事的就是名譽清白了 現在要他上法院 他心裡一定很不好受 現在只能面對接受 不然能怎麼辦 我會多開導你阿爸 你放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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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媽 阿媽 阿媽應該是去找阿媽 說事情太久了 阿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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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媽做要到家裡 從今天到現在 都很照顧阿媽說話 都看你什麼事 都找到阿媽參加 我跟妳想的一樣 阿媽一定是為了阿爸的事 好 好 阿媽 好 好 阿媽 阿媽 我知道妳想外出了 不然妳畢竟不找一趟 小孩也有生酒了 是不是可以在這時候 跟她打三天呢 我一定知道 到底是欠你多少 這次呢 妳先做面子來接我 我 好 林老師 黃老師早 今天一早要教那個 低年級的教學活動企劃案 如果需要調整的地方 再請妳指導喔 黃老師妳太客氣了 妳是前輩 說起來是我要向妳請教才對 恭喜妳 一回來我就受到校長的重用 擔任我們二年級的年級主任 以後教學方向就要靠妳指導引領了 黃老師繼續這麼客氣的話 我都要不好意思囉 林老師 有件事我想了很久 但是校長鼓勵我 一定要跨出去做看看 不知道妳 黃老師 有什麼事妳儘管說 是這樣子的 有位花蓮的師父很慈悲 一直在救助貧病的人 我就在想說 我要怎麼幫助這個師父去勸募呢 後來想到一個辦法 童子君不是日行一善嗎 就用這個概念 一個人每天捐一塊錢 這樣一個月就有三十塊 積少成多積沙成塔 這樣對師父救濟疲苦的人 多少有一點幫助 不知道林老師 也不願意參加 當然好 當然好 其實我母親 從以前 就經常會去一些廟宇 珍香油錢 她也常提醒我們 要多做善事 我覺得日行一善這個想法很好 我非常願意響應 真是太好了 本來我一直不好意思開口 不過現在有你的支持 跟正面的肯定 我就有更多的勇氣 去跟其他老師說了 黃老師你不要這麼說 我當上年級主任後 往後還有很多事情 需要黃老師的協助跟推行 不要這麼客氣 只要是對孩子的學習 有幫助的事 我一定全力配合 那以後就多麻煩你了 好 阿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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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老弟 我第一次去 阿姨睡 阿咪 阿咪 你哪會給我走來 我有話要跟她說 等我告訴你 她還有什麼話要跟她說 來 我知道了 你從來不把我好臉唱歌 不過 你還是願意給我倒三天 阿咪 剛才阿咪 把這錢拿給我 說你去領錢 要讓我去酒菜 想不到我最困難的時候 你還願意幫助我 不過這錢 我願意想到 你不斷 我願意幫助我 你 respect我 既然你有困難 在台上去用 待了如何יר menjadi福 הז convents 但這件事很強烈 我沒用 你現在已經沒錢了 你知境怎麼這麼 goes 還是你第一次收拾錢 是我帶給你 是 还是说你缺什么钱太久了 当然也不是 我是在想 如果要跟你的关系切头回头 还是不要缺你太多的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老师说 阿咪 我今天是我们想跟你理会 你到底说什么 我知道我跟阿婆在一起 是很对不起你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 小孩又大了 你也不需要这么违困你自己 我们就把理分证书绑绑绑 以后我会来教你 你今天无缘无故 幼龙走到这里 跟我说你要离婚 是不是阿伯叫你来 是不是他一直跟你参加想的 一个命运 还是说 你真的对我无缘 不管你怎么想 我一直都没有想要跟你玩 我们两个的关系最好是查到你 我没有答应 不管再说 我绝对不可能答应 所以我不能把眼睛闭起来 你想白人在那里高兴的位 才会让你跟阿婆来做会 我都经过这么多年了 你现在今年跟我说 你要跟我离婚 你怎么这么无良心 是啊 我过去想跟你答应过 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了 我感谢你跟小孩 情侣和情侣和情侣好 我感觉 愿意让我跟阿婆来做会 我知道我很对不起你 谢谢 这是离婚禁书 我跟情侣都已经签名回家了 就查你的签名 你自己想清楚 我来找 我不会离婚 我绝对不会签名离婚 我不会离婚 我绝对不会离婚 我不会离婚 阿婆 不会离婚 不会离婚 我不会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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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人 我不会离婚 我不会离婚 阿婆来找阿婆说怎么离婚 你不光 阿姨,你感到痛,你沒聽到嗎? 我今天提早下課,就聽到阿姨很想起,跟阿爸說,他做這部的禮婚 不過我今天回來的時候,就覺得阿姨怪怪 他都沒說過,就直接去房間,我可能說是阿姨太累了 阿姨一定很相信,阿爸在外面的家庭那一年 阿姨一直都很討論,現在阿爸跟阿姨說要離婚 阿姨的想法跟阿姨傳統保守,他的打擊一定很大 怎麼這樣?阿爸怎麼跟阿姨說要離婚 你說阿爸來找阿姨談離婚? 他怎麼會突然提這件事?你有沒有聽錯? 是文藝放學回來的時候聽見的 我想問問阿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可是阿姨什麼都不肯說 他就一直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連晚餐都沒吃 如果這件事是真的,阿姨一定很傷心 那文龍跟文藝他們對這件事怎麼說? 他們是覺得離婚沒有什麼不好 畢竟阿爸這些年都沒有照顧家裡 但你也知道阿布的個性比較傳統 他完全無法接受 這是一定的 畢竟阿布已經忍耐那麼多年了 這兩天,你多幫我注意一下阿布 明天我找時間去找阿爸問清楚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可是你有時間嗎?你不是說還要去中心新村研習 學校還要辦活動 而且你到現在還要在辦公室加班呢 現在沒有一件事情比阿布重要 總之,我會找阿爸問清楚 後續怎麼樣我再跟你說 好 阿爸 阿爸 我知道你不會這樣無言無故 跟阿布離婚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我當主持人 了就這次 我還想要帶你去走路 我怕我走之後 這次會去找你麻煩 我哪是這樣 那樣 整個跟阿布的關係 切得一切 你才會去想到我的招待 前夜的事情 真的沒辦法解決 為什麼 你不在家跟阿布說清楚 我沒有這個面子 跟阿布說清楚 我都要怪我 想過談心 沒有關係賺錢 朋友才是我家主 我什麼都有 就把全部的錢都交給她 有 我開始有賺到錢 我很高興去運行賺錢 我全部交給她去處理 結果 爸爸有蛋糕 有錢 沒有錢 阿布 你到底是多少 不然我跟阿龍 可以跟你搭三天 這筆帳 是你跟阿龍 沒辦法 台北有個朋友 說我有這個工作 我想要去試試看 我知道我家 兩個家裡 想要顧到家裡 對 真的是 心悠意 理不中 不怪你阿布會 這麼願望我 不過 為了你已經出 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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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一定要顧牢 給你們阿嬤膏 離婚 否則 到時候 那個運行一定會 去把那間處理好 這次也會去找你們的麻煩 一陣子 千萬不要再拖 是 不停 那時候 阿爸才來說離婚的事 阿姆 你怎麼再拖了 一陣子 我才不相信 阿姆 你才拖了一陣子 你怎麼再拖了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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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拖了一陣子 你知道嗎 阿嬤 我在想 阿嬤這次 應該是沒有跟我們拖了 我有去運行賺天過 他真的欠了很錢 如果這樣又是我們 他就是用這個舊口 來表解他離婚 你知道嗎 我早就知道 他的師母 阿嬤 已經沒有在我們這家裡 阿嬤真是想不到 他早就連罪了阿嬤 都不可以留給我 阿嬤 阿嬤 就算我真的對得不準 我早來不適合你們這些孩子 面前前 各位一句不對 這麼多年來 我會得到你們老婆 受到或是為了他 你怎麼知道 阿嬤 我都知道了 不過這次 阿嬤真的是因為 生理失敗 你不要再提供我 好嗎 我跟阿嬤沒一張 最好什麼都沒有 我只剩這個妙婚了 我是不可能跟他離婚 阿嬤 怎麼辦 明天你就要回學校去了 家裡就只剩下我跟文龍文藝他們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勸阿嬤這件事 可是阿嬤都說了 離婚的事要趕快進行 免得債主會找上門 雖然我也很不願意看到阿嬤不離婚 可是目前的情況看來 一定得圈圈阿嬤才行 對了 你記不記得我們結婚的時候 有一個遠房的金伯來吃飯 那個時候我也跟你說 他跟阿嬤的感情很好 我有印象 那個金伯他很溫柔也很親切 而且他之前偶爾會來找阿嬤 我們從小就跟那個金伯很親 我在想金伯說的話 阿嬤應該會聽喔 明天可不可以請你去找那個金伯 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訴他 請他勸勸阿嬤 好 我知道了 明天我會去試試看 好 就要找我們 請 работ 有人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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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可以叫我 陳爸爸 你很久沒看 妳覺得我很會耶 你會叫我 你是… 我想對了 你是風潮嗎 對啦… 你是全天特別來找我嗎 是啊 因為有這件事 我想拜託金寶 這樣嗎 好 來… 這裡說… 來 謝謝金寶 這裡 阿嬤 妳要不要跟我玩 阿嬤 妳怎麼了 阿嬤 阿嬤沒事了 來…乖 妳走去逃 好 妳們要乖 要聽話 不要惹阿嬤生氣 知不知道 妳都盡乖了 阿嬤 我看你天氣不錯 我幫你出去走走好不好 不用啦 我等你出去就好了 阿嬤 對啦 阿嬤 我之前聽妳說 在那市場 有一大白水果的老闆跟妳說話 不然妳敢去市場走走來看一看 稍微買幾顆蘋果 我是要給亚萍贏吃 阿嬤 妳去房間買蘋果好不好 亚萍 妳有沒有想吃蘋果 阿嬤 我想吃蘋果 亚萍 為什麼吃蘋果 阿嬤 不然 阿嬤 我們去菜市場廟裡吃 來 三太太 三太太 妳買菜嗎 阿嬤 阿嬤 這不是鄧太太 很久沒看 王太太 很久沒看 家長妳喔 沒出來買菜了 我什麼都不知道要給誰買菜 這已經過了好嗎 這還可以 我看妳好像過了不錯 是不是妳先生第一次學會 新冠發財 妳沒聽說 我先生已經變成我的情侯了 是喔 我已經跟那個不見笑的 死鬼已經離婚了 她跟外面的女婦亂來 我如果說好條件 妳把家裡的小孩都流下來 又把她打出去了 是這樣喔 我瞭準 是妳先生有賺錢 妳才會賺到這麼漂亮 我現在自己出來上班 自己賺錢 雖然錢賺了沒多 但是有夠吃有夠用就好了 丹太太 妳也對自己比較好 去買一些漂亮衣服來穿 不要唯出自己 我看妳女兒還沒跟妳女兒離婚吧 我這個人說話是比較短 妳女兒 妳女兒在外面有女婦也出了 妳如果一直喝下去 我才會真配給妳 是說妳可能沒差 妳小孩都大了 打離婚 還不是什麼公差的事 妳不怕離婚 會叫別人說話 現在這個時代跟以前的時代也不一樣 明明是男人不對 我們男人為什麼要抱歉 沒有人替我們謝忠 我們男人趕快要替自己謝忠 趕快去謝忠 趕快去謝忠 我們是要怎麼管別人怎麼說話 怕名聲拜喔 年紀是我在過 還不是名聲在過 我才不會贏名聲 每天都會痛苦等到 趕太太 我跟別人好好吃飯了 我們剛剛請妳開港了 好… 再見 阿俊 阿咪啊 怎麼這麼大好 在這裡遇到妳 妳要去哪裡 妳要去哪裡 妳怎麼在這裡 我就想說 天氣正好 要跟妳家找妳開港 想不到 會在這裡遇到妳 妳 管理師來走進去 我就記著方便了 我還要想說 看妳這個情形 很煩惱 煩惱妳不知道想不到 開門 那阿俊 要跟妳原的事情 我已經有聽她說了 要想不到這件事 快點就傳出去 大陸外面有知道的事情 我們整人都知道 我帶到她去不便宜了 其實喔 是妳的媳婦孝心 很煩惱妳 叫我去找妳開港一下 對 妳想不要想把人家安裝想 最主要 妳要為妳自己想 看妳怎麼對妳來說是最好的 妳的天氣要跟妳離婚 一定是為了準備她的苦衷 妳先把這間房子保持到來看 妳就該離婚嘛 我就是不感恩 我為什麼要離婚 我為什麼 陪陪她嫁到這種人 妳不感恩又又是怎樣呢 當初是喔 妳堅持不去我後做廚 一定要叫阿姨買一間房子 妳跟妳好心大 妳敢忘記了 那萬一 這次如果是阿姨買她的責任 人家要把房子收回去 最好妳跟妳好心和媳婦 同樣也是無所謂的 又還有另外的孫子 但要去外面留攏 妳敢不敢 當初跟妳結婚 是因為北部的紅白 這次離婚了 也是為了這兒的小孩的社長 那這兒的婚姻 做禮拜的都不是有條件的 不得跟她倆的 真是無言 和美鳳姐 不是有條件的 這兒的婚姻 都不是有條件的 涮店 是保護的 也有條件的 是保護的 所以不想要看她 那是保護的 我要知道 失去的青春剩下多少 现实会让生活颠倒 一律现在追寻的目标 害怕不再被需要 丢了真诚的微笑 好好把握着每一秒 找回成居的年少 大风会再次吹起 风吹在对的时机 他知道